根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,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计划在红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,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说,沙特方面对这一演习表达了兴趣,该演习旨在加强地区合作,目前协调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,两国代表团将就演习进行必要的磋商。 新闻很短,但是却很大,大家都知道沙特和伊朗这哥俩是千年之仇,阿拉伯世界有句古老的谚语,在沙漠中遇到波斯人和毒蛇,一定要先干掉波斯人。 在阿拉伯人的眼中,他们对波斯人的恨远超于被毒蛇咬上一口的恐惧,即便自己痛哭死去,临死前也要拉上波斯人当个垫背的历史矛盾,文化矛盾,宗教矛盾,民族矛盾,以及沙特是亲美的,伊朗是反美的,外交上也是截然相反的立场,如此复杂的关系,导致这两个国家是如水火。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沙特和伊朗这一对千年宿敌,在我们的有生之年,恐怕是看不到他们和解了,直到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,他的名字叫中国,2023年3月在中国的调停之下,沙特和伊朗两国达成了令人瞩目的和解,并且在次月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。 当时我们就提到过两句话,一这是新中国外交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幕,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次伟大胜利,二是但我们千万不能高兴得太早,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,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同时,敌人不会甘心的,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的破坏,想着报复我们。 果然就在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还不到半年,2023年8月9日,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,美国官员称,美国和沙特阿拉伯,已就后者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大致条款,达成一致,以换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,美国对沙特提供安全保证和民用核计划援助,美国官员对此之谨慎乐观的态度,他们认为在未来9到12个月里, 他们可以敲定更多细节,这将是一代人以来最重要的中东和平协议,在中东地区,除了沙特和伊朗这一对千年宿敌之外,还有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,和伊朗之间的矛盾,这也可以统称为以色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矛盾,于是明面上就有三股势力,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,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, 然后就是以色列,虽然以色列在中东形单影之,没有任何帮手,但是它背后站着美国,站着整个西方世界的犹太财团,所以在中东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,在这时候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导向谁,那么谁就将成为中东当之无愧的霸主, 因为我们所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,沙特和伊朗完成了世纪大和解,美国人这下着急了,如果沙特真的倒向了中俄,以后大规模购买中国的武器,和中国展开更加深度的科技合作,甚至未来绕开美元,使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等等,这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来说,那都是毁灭性的打击,而且这还将导致以色列被彻底孤立, 成为被所有中东国家所针对的对象,之前的以色列虽然也是中东公敌,但犹太人很聪明,他们利用分化瓦解等策略,比如利用伊朗和沙特,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,他坐收渔翁之力,比如利用巴勒斯坦十几个政治派别,这样的客观背景,拉一捧一,暗中挑拨,让你们内斗不止,只要你们越乱,斗得越凶越厉害, 以色列就有安全,可是现在沙特和伊朗完成大和解了,这下又该怎么办呢?于是美国出手了,从2023年7月份开始,沙特王主小赛勒曼就和沙利文会面,双方频繁地进入深入会谈,终于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,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,美国给沙特开出的条件是这样的,一是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作出让步,冻结以色列定居点,并且以色列还要承诺,永远不会占领约旦和西岸, 二是美国向沙特对沙特提供正式的安全保障,签署北约级别的共同安全条约,三是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新的F35战斗机和民用核设施援助支持, 而作为回报,沙特需要保证,一是沙特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性,以及承认目前以色列所占有领土的归属,二是沙特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在沙特建立军事基地,三是沙特不得允许中国华为技术在沙特扩散和使用,四是沙特不能使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,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,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恒的利益,当然站在沙特的角度上来说,他在中东自成一派当大哥,身后还带着一大帮小弟,可是他本身的实力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, 简单的说就是他自己根本就照不住,那怎么办呢?就只能将阿拉伯世界打包在一起,利用整个阿拉伯的影响力, 在中美俄之间走钢丝,哪一家给我的好处多一点,我就多清净一点,所以才会出现沙特和美国人私下密谈,即将达成重要历史协议, 甚至沙特不惜接纳以色列,打算承认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这条新闻,如果沙特真的这样做了, 那么这件事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,完全可以抵消掉之前沙特和伊朗大和解的积极作用, 让我们多年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,所以美国当时才会那么洋洋得意, 在沙利文密谈结束之后,就有一些美国官员忍不住去找华尔街日报放消息了, 他们当时还说,这将是一代人以来最重要的中东和平协议, 纳之满意的的神情,现在想想都觉得十分的好笑,因为历史和时代, 它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作为转移的,即便你这边运筹帷幄, 自认为已经搞定了一切,那另一头历史就会给你开一个大大的玩笑, 2023年10月份,哈马斯发动了阿克萨洪水行动, 以色列除兵夹杀,后面的事情我们就全都知道了, 很多人一直就想问,国际社会一直在谴责以色列, 还有美国的那些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谴贴以色列,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?事实证明是的, 托木星子虽然焉不死以色列,但却可以焉死沙特, 2023年8月的时候,美国官员说未来8月到10月将会敲定具体细节, 达成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中东和平协议, 可现在14个月都过去了,沙特和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了吗? 而且现在沙特是一点这方面的想法都不敢有了, 你想着明哲保身,不出兵干以色列, 这已经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, 现在你再跑去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, 那么愤怒的阿拉伯人第二天就会冲进王爷们的宫殿, 阿仁一句,可怜焦土, 所以以色列这么一搞, 不光把自己的名声给搞臭了, 还将沙特等逊一派国家彻底推向了对立面, 于是沙特只能继续发展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了, 10月19日,俄罗斯、伊朗、阿曼三国开始在印度洋举行军事演习, 沙特和卡塔尔作为观察员过参与其中, 可能是这场军演中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, 就在五天之后,沙特不做观察员了, 直接下场主动邀请伊朗组织联合军事演习, 而且地点就选在了红海, 这里面什么意思, 想必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很清楚了, 沙特迈出的这一步, 代表着阿拉伯世界的选择, 当他们愿意在军事上和伊朗展开合作之后,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就将进一步被压缩, 你现在虽然占了上风, 可你就只有一个。